后备箱的围板内衬呢 里面就是一整块塑料了 也没有任何的功能性啊 这座后备箱呢 它的下眼显得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后备箱下面的进身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上面呢 由于它这个车第二排座 占用了很多空间 并且后面呢 还有一个相对的溜背式造型 后备箱上面的进身 显得相对不是很精彩啊 但也没有到极限 左右各有一个照明灯 下面呢有两个勾点 但是全车并没有发现挂钩啊 左边有个12幅充电机插口 右边有个照明灯 盖板掀开 下面是个储物格 靠近保险杠这边的储物格 显得非常深啊 比如到个全系 除了顶配 都是标配一个补台套装的 在顶配上呢 是标配的自放轮胎啊 这是第二排放到之后的空间表现 第二排一辈呢 跟后备箱平面 可以形成一个平面啊 没有高度差 但是稍微有个向上扬的小扬坡 坐在车里呢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这台车呢 来自于娘家属性 显示还是很清晰的啊 车里面 可能除了这个本田logo之外 你也很难看到 目前本田家族的统一设计风格 和家族的通用部件 怎么看 怎么就是一台通用的电车啊 中控台设计的 还是比较简洁的 两块立平 加上一个左右贯穿的出风口 基本确立了这台车中控的设计风格 把所有的控制部件 全部集中在了中控台上 这个换档平台上 并没有太多的功能性了 基本就变成一个储物平台了 四个车窗 只有前面两个车窗 带有一键升降功能 后面两个车窗是不带的 这个车的版本呢 是没有抬头显示的 电子手刹开关 凹的后功能 前方照明灯组 高低手动调节 放在了方向盘左侧的中控台上 一看到它按键的命名呢 就可以感觉到 它是一个非典型本田家族的产品 本田家族呢 向来叫这个out hole呢 是brick hole功能啊 仪表盘用的是一块 11寸的液晶仪表盘 可以有几种显示模式 透过方向盘 右面的这组键子进行调节 显示的信息呢 中规中矩 还是比较清晰的 也不算太乱啊 但总体看下来 通用家的风格呢 还是比较明显的 方向盘虽然乍一看 跟目前本田家族的 通用风格是一致的哈 但是当你把手放在上面的时候 可以感觉到手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通用范儿还是很足的 首先感觉到这个方向盘啊 比本田家族的方向盘粗了很多啊 不是一般的粗这个方向盘 皮质也是非常细腻的 3.9点呢 并没有突出的手形 方向盘的手感还是很棒的 方向盘上面的快捷键 包括后面的拨杆 大家可以看到 这通用气质很浓郁啊 基本跟本田家族呢 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方向盘后面只有一个拨片啊 放在了左面 它是调节动能回收转换力度的 这次试驾呢 我发现如果在一些 不是很紧急的路况下 你不想踩刹车 你一直按着这个钮 一直按着这个拨杆 它也能起到刹车的作用啊 而且呢 还很灵敏啊 非常美系的 在方向盘后面呢 还有一些按键 方向盘左面的拨杆 非常美系的 集成了前后雨刷的控制 转向灯的控制 远光近光的调节 右面的拨杆呢 是个换挡拨杆啊 这个换挡拨杆的使用呢 它还留了一个小心思啊 就是在你刮倒挡的时候呢 是往上抬一下 再往上推才是R挡 刮D挡的时候呢 往上抬一下 再往下推才是D挡 N挡呢 就是一直往上拽啊 必须抬一下 我觉得这个呢 应该是像当年 美系经典的怀挡啊 在挂挡之前呢 需要往上提一下 做一个致镜啊 上面是自动防旋墓的内护致镜 上方呢 也可以看到 通用气质是非常浓郁的啊 还有安基星 上面并没有任何的眼睛盒啊 全景镜啊都没有 这个版本上用的11.3寸的屏呢 也是设计的比较突兀的 立在了中间 直冲后方啊 并没有像驾驶员一侧经倾斜 这个呢 既是本田目前的家族风格 同样也是通用上 目前家族的风格 屏的软件还有硬件 可以看到通用色彩很浓郁啊 包括色彩的搭配 包括屏的反应 包括里面的项目的设置 显得都比较通用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灯光的控制 这次呢 完全整合到了大屏里 在上面是有一个快捷按键的 可以显示灯光的控制 单踏板模式也做成了一个快捷按键啊 在Turing版本和顶配上 它标配的是12个扬声器的Bose音响 iPhone CarPlay 安卓手机连机 都有无线连接功能 因为是电车嘛 上面多了一些跟充电相关的显示信息 只是各种显示的信息 交互信息 不论是显示的方式 还是交互的方式 显得都很通用 空调的控制 被围灯的控制 这台车呢 并没有全景影像 只有倒车影像 光性线指示 显示的相对还是比较清晰的啊 空调的控制呢 完全都是实体按键 加实体旋钮 这个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除了温度之外呢 它并没有设计一个单独的液晶屏啊 所有的显示呢 都集成到了上面这个大屏里 前方两个座椅呢 有三个档次的座椅加热功能 并没有通风功能 两个小口的数据交互口 一个12V充电机插口 这块完全就是一个储物平台了 并没有任何的功能性 这个位置呢 有个无线充电板 扑轴箱打开之后呢 里面是容积非常大 四周呢 都是塑料啊 坐到里面呢 其实如果你再熟悉本田家的产品 我把这个标挡上之后 你坐在这台车里 你也绝对猜不到 它是一台本田车哈 坐在里面呢 完全就是通用家族的通用味道 现在我将坐一条到最低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空间表现啊 从前排来讲 空间仍然是这台车的一个优势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论头部空间呢 腿部空间呢 包括横向空间呢 显得这台车非常宽敞啊 座椅也是家族的通用感觉 但是是通用家族的啊 座椅呢 各个方面的尺寸呢 都够长够高 可以给身体托付好 但是支撑性是一般般的 座椅的天中材料呢 软硬适中 就是通用家族那种美气的感觉 前方两个座椅呢 都是电条座椅 主驾驶有两项腰靠调节 和三项记忆功能 副驾驶是没有的 这个车的外形尺寸 加上超长的轴距 再加上只是一个五座的布局啊 车里面这个空间呢 是怎么设计怎么有 它也不必把A柱设计的比较力 来缩短前面中控台的纵向距离 来增加车内的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 A柱的轻角还是比较大的 中控台 纵向距离非常长啊 上方的用料呢 在紧靠近封挡边缘 使用了硬塑料 这个部位使用的还是软性材质 这都是软性材质 钢琴漆面板 下面呢 就是纯纯的硬塑料了 中控换挡平台呢 由于它把所有的功能性 全部向上推 那这个部分呢 完全就是一个储物平台了 并且做出来一个 两层的一个形式啊 但我还是不建议大家 在第二层放东西啊 坐在车里看窗框呢 是看不到金属件的 全部都用塑料件包上了 这个非常好 窗户工作的声音呢 也非常小 在捷径关上的一刹那呢 有个非常强力的降噪动作 这个非常棒啊 门板的用料呢 上方软性材料 中间呢 有一定的皮革材质 下方呢 就是硬塑料了 门板上做了个杯架 做了个储物格 中控台上有两个杯架 这台车可以看到 前方的做工呢 确实有点糙 坐在第二排呢 有个稍微加高的效果啊 第二排高度呢 会比第一排稍微高一些 但是并不是高的特别夸张 这么大的尺寸 五个座的布局 真是第二排空间也非常棒啊 大家可以看到 头部空间 腿部空间 这个座椅呢 跟B柱是平齐的 腿部空间还非常棒 而且是在这个座椅 非常宽大的基础上 有这么一个空间表现啊 座椅呢 不论哪个维度 哪个尺寸 完全都是够长够高 可以给腿支撑好 座椅的厚度啊 厚质程度 好像没有第一排那么厚质啊 但是感觉天宗材料 跟第一排差不太多 还是典型的第二排美系的感觉 第二排有空调厨房口 放在了中央扶手墙的后方 但空调 在第二排是不能单独调节的 下面呢 有两个小口的充电机插口 中央地板非常平啊 并没有任何的凸起 全景天窗的帘呢 开到这 第二排椅背的后面呢 左右各有一个批兜子啊 第二排没有帘 坐在第二排看窗框呢 也看不到金属件 全部都用塑料件包上了 第二排门板的用料呢 就是在一整块塑料板子的基础上 中间放了一些皮革材质啊 左右门板各设计了一个杯架 中央扶手高度是够高的 上面有两个杯架 左右照明灯呢 放在了这个位置 左右各有一个挂钩 座椅的前后是不能调节的 椅背仰脚呢 有个幅度不大的调节 现在是椅背仰脚最大啊